满街都是永和豆漿 难道不会侵权吗 在1960年代 台湾苗栗西湖乡 有位名叫秋风采的客家人 家里靠耕田为生 生活不易 为了寻找机会 追悟后 到了表姑丈位于台北县永和的东海豆漿工作 不到半年 豆漿店拆火成世界与四海两家 而秋风采也成为四海店的股东之一 当时生意很好 秋风采又找了二哥秋风换加入 另创了永和豆漿 秋家兄弟的事业越做越大 还常回西湖招勾 吸引了大批农村子弟加入 甚至一度出现西湖人开的豆漿店遍布全台 但西湖乡内却没有豆漿店的神奇现象 据说当年 让豆漿店盛行的一大助力 是因为很多人熬夜看烧棒 比赛结束时已是凌晨 所以会相揪到最早开的豆漿店 吃早餐聊棒球 随着开豆漿店的人越来越多 永和豆漿的名号也逐渐为人熟知 但因为地名跟食品名称不能申请商标 就变成大家都叫永和豆漿啦 你还在干的还没有熟之前就把薄薄包放下去一起煎 你要在干还没有熟之前就把薄薄包放下去一起煎 那你懂吗 不会带一个葡萄粥一样